欢迎来到民事台湾学堂哲学堂前前的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叶昊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哲学是来自成功大学政治系的梁文涛教授 你好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文涛上个星期来跟我们谈的时候 已经谈到了集体政治行动的背后的逻辑 然后也简单的提到了有一种是非暴力 非暴力的一种集体行动方式 然后也涉及到了公民抗命 或者是在台湾也常讲了公民不服从 那今天文涛老师要跟我们继续谈公民不服从的 几种不同的形态以及背后的一些主要的想法 对其实我们谈到那个政治抗争 最后背后最重要的想法就是 政府的权利来自于人民 所以你必须要尊重人民 如果一个民选总统他上台就变强独裁了 那是不是应该可以把他落下来 国会里面的待遇是 如果他有一些可能 泄贤出卖国家的这个法案 执政党想要跟外国勾结 出卖当地人民的话 那是不是人民应该也有可以提出异议 甚至要求他们回到原来 尊重台湾民意的这种状况底下 你这个讲法背后其实涉及到了一个 政府权利的基本的来源的基础 而且好像是用在民主的国家会特别的适当 因为民主国家当中政府 谁是政府谁能够进入政府 那执政的人基本上是人民选出来的 所以他等同于他的权利来自于人民 那他是人民的一种代理人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如果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找一个人来帮我们投资理财 对不对 然后我们钱给他 他帮我们投资理财 照理说钱还是我们的 所以如果他投资理财 他如果没有做对 或者是他拿去做别的事情 为非作歹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把钱要回来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要谈的这个公民抗命 反而是在一个民主制度底下才有意义 所以才特别会具有正当性的一种方式 是吧 广义来说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在推翻一些独裁统治的过程中 其实因为人民认同这个所谓普世价值 这是我刚刚讲的 民主背后的最根本的概念 就是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 所以我们才有选举 或说才有授权 那最最终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话 那当然随时人民就会把它收回来 所以对于一些极权统治的独裁者 独裁者来说 就是违反了这样的那个普世价值 那当人民越来越突然认为 这个真的是普世价值 所以他们就会站起来 不公平不公正 违反人民民意 甚至人民福祉的这些独裁者 把它拉下来 我们举塞维亚当年的米洛索维奇 为例 那基本上他就是因为上台之后 执政用一个独裁的方式 那人民发现了之后 他就是长期打压 把社会公民 社会里面的不同的力量打压 所以人民就受不了之后 就用各种方式 包括游行 集会等等 很多蛮新的方式来去做抗议 而且最主要就是以非暴力的方式 来去给他压力 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比如说韩国之前 总统也是遇到这个很巨大的民意的 出来抗议了之后 也造就了后来司法单位 真正调查了这个总统 普警惠 普警惠 他的那个操守 发现他的问题 所以人民的力量证明了在 在非暴力的方式是成功的机会蛮大的 那因为根据一个研究发现 20世纪 没有到不算21世纪 单单24世纪的320几次的重要的抗争行动里面 主要的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率达到53% 同期如果你是用暴力抗争的反抗运动 就只有26% 所谓成功是指 就成功推翻 推翻 或者说脱离殖民统治 或者说推翻现在的独裁统治 所以53% 那我相信 如果有类似的研究 20世纪的话 可能会更多 非暴力运动者他们深深的相信 这不是懦弱的行为 这个是显示更坚强的 像我可以把甘地的一段话 跟大家念一下 他说非暴力并不是懦弱者的借口 是荣感者的最高德性 懦弱是与非暴力完全不上容的 非暴力是以实际打击的能力为前提 如果说理智在暴力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非暴力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非暴力反抗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在于受苦但是不报复 这显示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就是我面对你这种不公不义的法律 我反而用以德抱怨的方式来甘愿承受 来凸显你这个的荒谬性 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荒谬性的状况底下 那就更多人认同 也更了解 这个法律是很问题的 那就更容易让 这个法律甚至那个体制得到改变 OK 你这样谈的话是在谈成功 以及成功率的时候 是往这方面思考 可能是蛮正确的 可是其实它也涉及到了 你抗议的对象是哪一类的政府 对不对 比如说甘地他抗议的是英国的政府 那如果我们抗议的是另外一个更独裁 他毫无人权 毫无其他的这种民族意识 那可能就也许成功的方法 就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吧 所有的体制 不管它是哪一类的 政府的权力的来源 其实都是来自于人民 就是说你基本上你的想法是这样子 可是有些地方 有些体制 他可能不这么样子的认为 如果在一个体制 它本身不认为说 它的权力 政治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 那你可能这样讲 或说公民抗命的 这个正当性的基础的来源 就可能会有所不一样了 而这就直接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 因为第二个问题 虽然涉及的主要是一个手段 可是它的目的仍然是建立在 我们认同人民才是真正的主权者 的这一个概念底下 所以你这样子谈的时候 好像是只有在一些特定的一些体制 以及特定的方法底下 这一套论述才比较合理 不是吗 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们也很清楚 你很多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你要摆脱独裁统治 跟你针对单单某一个法律 或者说针对越战 要不要去参与越战 所以美国也公民不服从 这个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两类不同的事情 但两类不同的事情 你都有抗争 你都有一个同样的元素 就是抗争 然后有同样的元素 就是非暴力 意思是说非暴力抗争 不一定是说要在 一定是民主社会里面 或说一定是某一种议题里面 它只是这种 只要你抗争 你是一种 以非暴力为主的方式 还是以别的方式 因为非暴力的方式 我跟大家分享 非暴力的方式 其实有几种 第一种叫做非暴力的申诉 包括示威等等 另外一种是不合作 不合作包括经济上的 罢工等等的 另外一种是非暴力的干预 那就是扰乱公共的继续 或者说等等之类的行为 OK 关于这三种不同的方式 我们现在的关系 现在这里 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继续听 文涛老师跟我们分析 欢迎回到民事台湾学堂 在学堂前前节目 我们正在聊的是 公民抗命 或者是公民不服从 其实刚刚文涛老师 这样子讲法 有一件事情没有提 那就是你把公民抗命 其实已经设定在 相对比较窄的理解的议题之上 或者是作为一种 反对特定的法案 反对特定的法案 或者是一个政策 为了要改变它 或撤销它 所做的一个政治行动 所以并非是那一种 那个从根拔起的这一种的革命 不太像是在谈这些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会说 它在某一个体制底下的运作的方法 OK 所以不是真的要彻底的推翻那个体制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 其实它主要的目的 所以应该说 它仍然没有打算要 把政府毁掉 或者是直接的拉下来 所以它某个意义上 还是一种政治沟通 对不对 就是我们有一个诉求 然后我们希望你听我们的诉求 所以这其实只是一个 一个手段的选择而已 那这个手段的选择 你刚刚提到了 就是非暴力的方式 但是还有三种不太一样的 做法 那可不可以进一步来跟我们说明 对 第一种就是所谓非暴力的申诉 还有示威 就是以发表声明 举行集会 游行等等 比如说香港 这是反送中 这个就很明显的 这个主办单位 民政 有发声明 然后很多团体也发声明 然后集会 不用讲了 在所谓维多利亚公园 集合 游行 这个就很明显 他们就提出他们诉求 很简单的那几个诉求 要求 撤回这个条例 OK 还有特首下台 等等诸如此类的 这些的诉求 他们持续不断的要求 你不答应 我就继续做 那继续做 当然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 有所谓的不合作 不合作包括 包括经济的杯葛 杯葛 经济杯葛 比如说有些支持政府的 有一个例子 有一家就是 速食店 那因为他有员工讽刺 这个警察 然后就被炒油鱼了 就被发尔掉 那结果发尔掉这个 速食店的员工 还有他们 这个社群网站的管理者的 这个CEO呢 原来就是人大的政协委员 那因为这个原因呢 这家店就被杯葛 然后另外就是针对 政府这些作为的罢工 香港就有四百多家 曾经响应那个罢工 当中也有香港小姐 她谭小环 她所开的店 那这些就是不合作的 其中一种 当然另外还有就是 比如说公务员里面 一些暗张工作 那这次没有了 但是等等之类的 就让政府的管制成本增加 这个最重要的目的 那另外一种是 所谓非暴力的干预 比如说干扰 这个社会的继续 比如说他们瘫痪地铁 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只一大票人 跑到某一个站里面 就在那边站着 反而又不上车 当然会影响到市民的生活 但是他就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不满 就是你不跟我合作 那我就只用用这种干扰的方式 来去做 当然在香港在过去 其实有很多 还蛮有创意的这些做法 比如说在2014年 这个雨伞运动或雨伞革命之后呢 他们发展出一个叫做购物行动 那购物就是 就是我们买东西 购物购物的意思 他们用那个谐音香港话 用购物 就是讽刺中国来香港 shopping 把香港变成大卖场的那些有钱人的一个行动 那因为香港当时在旺角呢 是有一大 大型的占领的行动 维持了也好多天 60几天 才被这个去散嘛 那因为平常一般你不能非法集结啊 你超过三个人没有 他就可以告你非法集结 所以他们就集结 但是他们都说我们来旺角购物 所以一群人我们一起去购物 你不能说我们非法集结 我们是来买东西而已 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不满 那后来他们也衍生出很多的所谓光复行动 就是打击这个水货客走私 这些香港的奶粉啊 什么那个养肋多啊 等等回到中国去 那当然香港不叫养肋多了 香港叫毅力多 这等等这些的食品 那最近是香港也有 这个几乎每个礼拜 都有这些反对者上街 有不同的诉求 集合了当地的这些 比如说在囤门 囤门 囤门呢 因为长期都要用那些中国大妈来那个跳舞 就影响到这声音很大 所以他们这一次在囤门抗议的时候呢 就顺便跟那些中国大妈唱瞎 吓到他们也不敢再唱了 至少那一天 所以他们有这些很多的 蛮有创意的结合民生议题 还有长期受中国因素的影响底下的这些因素呢 把它那个荒谬性呢 直接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这种很多的 包括还有绝食 就是有些老人家绝食了大概十几天 然后老人家游行 以前哪有老人家出来游行 老人家都被认为是被买票用的嘛 就是你选举的时候建制派 亲中的这个他们就会去老人院 用游览车接这些老人去投票 所以香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老人家投票率比年轻人要高 所以就因为他们有动员这些巴士去接 这些老人家去投票这样子 所以刚才一号老师有提到说 这些公民不服从 就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这一次就是反这个条例嘛 所以很明显 就等于是当时也蛮大嘛 当时那个越战在美国也很大 所以在当时呢 越战是很少数美国 就是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很特别 它不是跟民主本身 跟民权有关的议题 它主要就是反战嘛 所以当时的这个状况底下呢 也引发了一些正义学家 像罗尔斯 他很熟悉的John Rawls 来思考这个公民不服从 所以John Rawls 所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是绝对是跟当时反越战 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就是civil disobedience 那他有提出公民不服从 有几个元素 第一个是违法性 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做某些事情 你是违法的 但是我就是要违法 即便我可能会受到暴力的对待 警察的驱离驱赶 那第二个是政治性 一定是带有政治性的 就是它是一种政治行为 希望透过这个行为能够改变政治或政策 所以它绝对就是一个政治行为 第三个它是公开的 它一定是大家都知道 而且是有一个顺势的意义在 第四个是非暴力性的 所以公民不服从 意思是说非暴力的行动 一定包括公民不服从 就是公民不服从一定是非暴力的 那另外就是稳定性 稳定性就是刚亚老师就讲了 它不是要推翻整个政权嘛 比如说不是要推翻 比如说我们要另外立一个宪法 不是嘛 对不对 但是比如说如果未来中国有民主运动 它可能就直接推翻整个政权 包括整个政体 全部重新再来立一个新的线 但美国没有啊 美国这个宪法是 维持美国稳定的关键要素嘛 而且这个是尊重 民意民权的一个宪法嘛 当然最终 民主是要花了很久时间 才能发展出来 但至少它的精神是要保护你的财产 你的自由 你的人身安全 这个是美国宪法 至少最有这种的保障 而且它能 基本上 可以做到能维持美国长期的稳定 那最后就是出于 这个良知 就是你心里面真心诚意认为 政府你这样的做法是错的 我们提出你应该要改善 或是你改变的方向 希望你要尊重 那这个就是罗尔斯提到的那六个元素 就构成了公民不服从 到底是什么的这些元素 罗尔斯当然是美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 或者是可能是整个二十世纪 西方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那他提的这个公民不服从 界定了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 公民不服从大概是这样的性质 可是可能对我们在台湾的读者来讲 可能就会有一些挑战 可能就说他第一件事情 他的核心其实就是违法 所以我们 我们在这里可能在媒体或很多地方 可能常常会认为说 你刚刚的抗争可是你不能够违法 但是罗尔斯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他的最基本的要素第一点 他就是违法呀 而且他是透过违法的方式 来改变特定的法律或法案 当然这样的讲法就是 并非完全的没有争议 特别是他也谈到了一个公开性的问题 许多实际在从事运动的人会说 如果我们什么都要完完全全的公开 那可能我们会没办法成功 所以他讲的这六个特性 其实可能就是后续的一些政治哲学家 可能都还有一些进一步的讨论 那所以许多人在罗尔斯之后 也提出了不太一样的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或看法 然后呢 是否他的理论能够完完全全的应用在台湾或香港 那这也是下一个问题 那我们时间的关系 就是今天当然不能够讨论到所有这些 但至少我们很清楚 知道说有一个 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理论的脉络 然后到最后 由罗尔斯界定的公民不服从来做一个结束 那非常谢谢文韬 来给我们浅浅的谈 公民不服从的背后的这些理论 以及不同的做法 那现在的关系 我们节目必须在这里结束 那再次谢谢文韬 谢谢 下周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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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